大家好 我是火狼哥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深圳华姐美的飞扬市场 每一年的3月4月5月份都是当季 手机市场上的货也会小服务的上调 但是今年跟网上不一样 手机不降反而剩了 那么今天我要拿到哪些机器 以会通过这个视频 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 首先就是手里这台iPhone11Pro MaxiPhone11Pro Max 目前来说的话 它应该就是苹果手机4D版的天花版了 其实这款手机现在依然受到很多粉丝朋友们的喜爱 因为它的屏幕够大 再加上它的续航好 所以选择这款手机的人还是挺多的 比如256斤目前在华姐美上传的行情走29张左右 当然如果说城市差一点的 或者说电池差一点的话是走28张左右 只不过11Pro Maxi这款机器 除了港版跟国航以外 美版的仅支持档卡 手里拿的这一台是一台量级电池带90%左右 我们带回来的参考行情的话是29.5张 说了iPhone11Pro Maxi我们再来看一下iPhone14Pro Maxi 现在的iPhone14Pro Maxi全新的国航在82张左右 当时在华姐美市场14Pro Maxi美版的话 它是需要打孔 而且它的参考行情是走到7172张左右 很多人就说了 你的美版 拆机仅大修的改双个还要7172张左右 那么选择国航的它难道不香吗 其实说句实在话 我也觉得美版的没有太大的性价比 因为国航跟美版的这里差价只差了1000块钱左右 而且没办的机器还要拆机打孔 这样对于很多拆机不认可的人来说 肯定是不会选择的 但是现在市场上的确是这个价 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对不对 说了iPhone14Pro Maxi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iPhone12Pro 这款机器一直以来 我们卖的相对来说都比较好 12Pro我就不用太多说了 它支持的是6GB的运行内存 比iPhone134GB的内存还要大两个机 也就是说我们在开的程序比较多的情况下 也不用担心它杀后代的情况 再加上iPhone12Pro这款机器 它也支持5G网络 并且的话 还可以支持无损改双卡 配备a14的充电器 再用个三五年 依然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你要问我iPhone12Pro跟iPhone13怎么选 我毫不犹豫的会推荐iPhone12Pro 不管是它的颜值 还是它的做工iPhone12Pro都完胜 256G 现在的参考航机走36张左右 刚才说了iPhone12Pro的性价比是非常高 但是iPhone13Pro也是很多人喜欢 其原因的话iPhone13Pro它是支持120Hz的屏幕高刷 当然iPhone13Pro它也是有性价比 比如像我手里这种弹正品部件的 弹正品部件 众所周知就是官方售后更换过屏幕 这种机器的话 性价比相对来说是非常高的 就拿128G来说 目前在华锦本存元都要走到47 48种左右 这种弹正品部件的话 走到43 44张左右 它这里的话就有四五张左右的差价 虽说这样的机器性价比高 但是它并不适合所有人 毕竟嘛 还有一部分的人是比较排斥的 接下来我们就去看一下iPhone13Pro Max iPhone13Pro Max一直以来都是比较缺货 而且价格相对来说也比较高 手里的这台256G的存护所 目前的参考行情走57 58张左右 当然这款机器它没办法也是支持单卡 如果说是港版跟国康的话 它就是双卡了 如果你的资料或者视频比较多 很多人就会觉得256G的不够用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可以选择一个T的 现在的ETB在华锦本市场上走64 65张左右 当然对你说的话是城市比较好一点的 如果是那种充新的或者电池高一点的话 价格也会随之上涨 选择20手机嘛 还是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就选择 如果你没有算卡的需求 那么选择单卡 这样的机器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好了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就先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还想要来几其他的机型 请在评论中留言 点赞 关注火轮哥选机路上 扫翻车 下期不见不上 拜拜 拜拜